近期网课爆破的案件 网课爆破的人在课堂上肆意侮辱 并引导学生侮辱老师 情节严重的可涉嫌侮辱犯罪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46条规定 公然侮辱他人 捏造40诽谤他人 情节严重的 触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17条规定 一满16周岁的人犯罪应当负刑事责任 追究刑事责任 不满18周岁的人应当从轻减轻处罚 因不满16周岁不遇刑事处罚的 责令其父母或者其监护人 加以管教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